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便带着他往生活去走去进来吧 这是我的房间客厅那边的东西不好解释 也就只能带着蓝忘机去了他自己的房间 为应蓝忘机认真的看着魏无羡 这个十年没见的人 这个闯入自己心扉的人 这个随意撩拨自己的人 这个自己满心告白 却回应自己滚的人 这个让自己不再是蓝家行走的家规 而让自己活成一个人的人 自己心悦的人魏无羡 看着眼前走神的蓝忘机 好看的眉眼 让他一不开眼 怀里的紧囊热的发烫 耳边砰砰的心跳声 不知道是自己的还是蓝忘机的嗨嗨 魏无羡被蓝忘机看得有些不好意思 下意识的嗨了两声 可是身体不适 蓝忘机听见魏无羡的嗨声 急忙的问道 没什么事 你来找我有事 魏无羡摸摸鼻子 有些尴尬的问道 无事两个字刚要脱口而出 就被蓝忘机压下去了 他想起温宁说的话 公子现在没有爱情 虽然待在身上 却也只是有些影响 你若不知接点 公子不会明白的 魏英 我 心愿你蓝忘机眼里透出的深情 快把魏无羡淹没了 从月下出见时 一见倾心藏书格抄书时 在南一目水行渊除碎时 涌住心底斩杀屠戮弦武 在容不下他人失踪的三月里 无时无刻不在挂念三月后重逢时 满心欢喜不 不要再说了 魏无羡摸着耳朵退后了两步 怀里的紧囊热得快要灼伤他 不是这样的 不是这样的 你明明是讨厌我的 魏无羡摇着头大喊 蓝忘机走上前 抱着他不讨厌你 从未讨厌过你 想带你挥云深不知处 不是囚禁你 是想保护你让你放弃轨道 不是接受不了 而是怕你身体承受不了不夜天之事 我是想保护你 而不是与你为敌乱葬岗围剿后 我心如死灰 逢乱必出 触必问灵 明知你不会夺舍 却还一直等待魏英 我心悦你 离不开你 不是你就不嫌蓝忘机抱着魏无羡 紧紧地抱着他 好似一松手便会失去他 蓝战 我 魏无羡慌乱不已 怀里的锦囊已经灼了他的心 记忆里的蓝忘机 角角金子 清冷四仙 为何会为了他入了红尘 没遇见你以前的蓝忘机 是仙门百家的模范子弟 是蓝家行走的家规 遇见你以后的蓝忘机 才是一个活生生的人 有感情 有痛绝 有快乐的人魏英 你很好 我很喜欢魏无羡呆愣愣地被蓝忘机抱着 没了爱情的他 无法回应蓝忘机炙热的感情 蓝战 我是所有人眼中的邪魔外道 你是脚脚君子 不值得魏无羡平静地开口 想要挣脱蓝忘机的拥抱魏英 我不在乎 十年的寻找等待 我早已因你入魔你是男子我爱你 你是女子我也爱你 不管你是人 是神 是鬼 是魔我都爱 只要是你 蓝忘机紧紧地抱着魏无羡 他不想放手 他不想再等待 他怕 这一切是一场梦 如果这是一场梦 如果梦想怀里的人会消失 那他宁愿一辈子不醒过来 蓝战魏无羡伸手抱住蓝忘机 紧张到颤抖的身躯 他舍不得 舍不得让蓝忘机变得患得患失 舍不得蓝忘机为了他变得如此小心翼翼 蓝忘机不应该这样的蓝战 你先回去 让我好好想想 我想好了去找你 魏无羡轻轻地说道 不 我不回去 魏英我不想离开你 蓝忘机回应着魏无羡蓝战 我想一个人好好地想想不回去 回去你会消失 回去我就找不到你了蓝忘机的声音里 带着一丝委屈不讳 我给你一个通行玉佩 专属的 想我了 就来看我 好不好 魏无羡哭笑不得地哄着委屈的蓝忘机 你真的不会消失对不对 蓝忘机还是不放心 一遍一遍地确认着不会 放心吧 魏无羡也是一遍一遍地回答着 终于把蓝忘机送走了 魏无羡坐在床边 手里拿着那个锦囊 戴在身上也会被影响啊 魏无羡悠悠悠的声音 在房间里回荡蓝忘机 回过神来发现自己站在静视里 手里刻着巴的黑色玉佩 提醒着他 刚才发生的事 是真实的蓝战整理了一下 便起身去寻找兄长了 开心的事情要找兄长分享一下 蓝战问了弟子才知道 蓝熙尘现在在待客室待客 待客室内 蓝熙尘看着江城阴沉的面色问道 江宗主和几位宗主为何事而来则无君 魏无羡重新入世 蓝家可知 江城问道 这倒不知 蓝熙尘虽然知道魏无羡活了 却没想到魏无羡竟然入世了前日 魏无羡在一城 救了小心尘和宋兰 不知道把薛阳和韩光君弄到哪里去了 这魏无羡乃邪魔外道 拐走了韩光君 只怕韩光君有危险啊 江城咬牙切齿的说着魏无羡这个大杀器 不能为自己所用 那还是死了比较好 能杀一次 就一定能杀第二次蓝望鸡站在待客室外面 他想知道江城将婉淫 到底要干什么 那江宗主觉得该怎么办 蓝熙尘问道 他总觉得江城就在等他这句话 那还用说 当然是再次集结百家围剿魏无羡 兄长江城的话还没有说完 就被蓝望鸡打断了 他实在是太恶心这个人了 望鸡 何时回来的蓝熙尘没听说蓝望鸡回来了 刚回来蓝望鸡的韩光君既然回来了 那请问魏无羡在哪 江城咬牙切齿的问道 不知蓝望鸡垂目是不知 还是要庇护他 江城摸着指尖的紫电问道 不知蓝望鸡的回答 依旧简洁将成挤人 见着实问不出什么 只好灰溜溜的离开了云深不知处 而之后 银灵老祖魏无羡夺舍归来的消息 在各地传开 望鸡蓝熙尘看着蓝望鸡柔和的眉眼问道 可是见到魏公子了是 以解开误会蓝望鸡的声音里 透出了一丝的喜悦蓝熙尘嘴角的笑意 也变得真实了许多指示叔父那里蓝望鸡 有些不确定的看了蓝熙尘一眼 叔父应该快出关了 蓝望鸡声音悠悠的传进蓝熙尘的耳中 蓝熙尘看了蓝望鸡一眼 揉了揉发痛的太阳血 这个弟弟我实在不想要了 先是给我塞了一大盆的狗粮 现在让我帮他铲除情路上最大的障碍物 这个狗弟弟能不能退货 请触点赞 关注 别转发跟赖呢 但的话看照片 变相结